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说咱们区违规这块可能就不太就是不是特别合适 是上级经过专家研判之后 所以就决定让你们去违规了 你自己对照那个文字看 你认识字 看了久不准第一条 不是高风险区就不能封 你们这临时管控区不是高风险区 你们封了限制人的出行了 那就违反第一条了 就这么简单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限制人的出行 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整个龙泉疫区的这个疫情 社会面的那个隐匿性很大 就比方说头一天不是高风险 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会出现 就会成为高风险 是啊 等它成了高风险 你就可以限制人的出行 你现在没成高风险你就限制了 你怎么没限制 那是这样子的话 它的传播链条就会很长 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说 就是专家根据这个龙泉疫区的这个 疫情的这个相关情况 然后所做的一个研判 就是这块 研判了之后 你们就决定了要违反九部准第一条 是不是 你们是都限制人的出行了 居民原则上居家 什么每家户每天派一个人出去二小时买东西 这就是限制人的出行 如果您有特殊的事情确实需要出行 您可以向所在社区反应 你现在这个说法就已经承认了你们限制人的出行了 这种限制不能够随便出行 要申请吗 这就是限制人的出行 这个您要 不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为了大家的安全 所以你们就违反了九部准第一条 就这样 你们专家经过研判 上级经过研判 为了大家的安全 为了人民的生命 最终你们违反了九部准第一条 这结果就是你们违反了九部准第一条 就是基于 基于就是这个二十条跟这些相关的 基于二十条里面的哪一条能够支持你这个临时管控 你说二十条里面没有说临时管控 二十条是高风险区 你们要精准 结果你们现在绕开了这高风险区搞了个临时管控 你还提二十条 你就是绕开了二十条 你搞这个违规的操作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二十条我都看了 我看得比你熟 里面讲的是高风险区 低风险区 没有讲临时管控 临时管控是你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山寨概念 绕开了二十条 是违规的 您可以看一下那是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是吗 上面说了一般情况下吗 什么叫一般情况 什么叫特殊情况 是吗 特殊情况可以搞临时管控吗 他这么说了吗 你再看九不准第一条 不准两个字说得很清楚 不准你在中高 在高风险以外限制人的出行 不准 你就做了他不准你做的事情 如果您确实有什么特殊的 我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特殊情况也应该能够出行 按照九不准第一条 你不能限制 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也应该能够自由出行 只要不是高风险区 这是如果您出行带来了这个疫情的传播的风险 如果您造成了相关的这种社会 那我也没有责任 因为我是按照国家规定来的 国家规定不是高风险区就可以自由出行 我没有违反规定 那什么没就没有就没有后果 我们这边就把我们这边能够告知您的相关情况 你告知了我都知道了 不用你现在告知 我都知道了 而且我认为你们的这个告知的都是错的 你们应该去遵守国家的规定 遵守九不准 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再辩论了 就是请您稍微理解和支持 我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 你自己去看九不准第一条 你是读过书的人 你去对照了那个文字 你看你们这个区 以及成都市很多其他区的做法 是不是违反了九不准第一条 你去看那个文字 您可以因为这个也是专家的研判 专家研判之后违反了九不准第一条 专家研判经过仔细的研判 周密的考察 最后决定违反九不准第一条 就是这样 您可以再 您可以了解一下成都市最近的发布 我是了解了我才投诉 正因为我了解了 看到了你们的那个临时管控 所有我在投诉 你们发布的东西违反了九不准第一条 九不准的第一条也是随意 难道我们是随意吗 是随意 你只要违反它就是随意 您觉得这是随意 这是随意 随意只是一个贬义词 它就告诉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么做了你就随意了 你不是国家的规定 你就叫随意 相关 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就是包括专家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科学研判了的 这并不是随意的一个决策 你违反了它 你就随意 如果你可以自己研判的话 它还要九不准干什么呢 不是自己研判 跟您说的是上级专家的研判 上级专家 是上级专家自己也不能研判 你要国家的规定的九不准的不准两个字说出来之后 你成都的你中权议区的专家还怎么研判呢 你研判了可以违反它吗 是随意 你违反了就是随意 随意不是说你自己可以研判 你就是不能违反它 你违反了就叫随意 随意是个否定的 是个贬义词 就告诉你你违反了它 你不按它的做 你就是一种随意的行为 那您的 您要这么作为这种来解释 肯定是这么解释的 您是为了完成任务 你不得不拧着说 您可以问一下语文老师 你去问语文老师好吗 你看他那个什么叫不准 他不准说出来 你还自己可以研判 可以研判的就不叫随意 那还要不准干什么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研判的 好 请您还是诸诸理解和支持 我不会理解 也不会支持 你自己去学好语文 你自己去看 你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你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拧着说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们这些回电话的人 您知道原来我们小区 只有移动是阳性 其他小区都没有被 其他的楼洞 都是可以自由出入 但是后来就搞临时管控了 就违反 就不是第一条了 后来其他楼洞也出现了问题 然后并且对小区的 其他居民也产生了恐慌 你的意思就是说 久不准还不足以阻断这个病毒 那你继续给国家卫健委提意见 不是 你要听清楚 就是基于龙泉疫区的整个疫情的 对 基于疫情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违反了久不准第一条 司马大 最终的结果就是违反了久不准第一条 你讲这些情因后果有什么用呢 你要讲继续给国家卫健委讲 你说久不准 这个不行 就按照久不准来 我们的防疫还不够 你去给国家卫健委提意见 人家的久不准就是这么说的 你管你什么链条 你什么几个阳性 是不是 你不是高风险去就不能限制人的出现 工作 就是对您这块我也给您 就是做好解释了 你的解释无效的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不会打电话 打这个电话来解释 你那就是完成任务 无意义的解释 生活上的需求的话 我没有生活上的需求 我生活全部都挺好 我就是看 看不惯你们这种违反国家规定的做法 嗯 好 那就先这样吧 那好的 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改过来